那你要看你自己怎么修 如果你能够在很吵闹的地方 保持空性 菩提心 那是最高阶段的 所以那自己看自己怎么样 但是重点是 你能够指挥你的心态 抓住佛法 保持正念 那就对了 因为佛法抓完还要放下 才叫圆满的空性 你不能抓住这个 念佛才对 其他不对 那你又被卡住了 知道吧 念佛是帮助你空性慈悲的 念要师佛也是帮助你空性慈悲的 念咒也是 打坐也是 通通是 而不是哪一个高 哪一个低 不要这样想 你也不要想说密宗比较高 险教比较低 这个叫分别 这不对 难传高 难传低 没有 因为你身在泰国你就学这个 但是你用大悲心去修 那是最高的法 你用个人解脱去修 那是比较小秤的法 是你的心态而已 所以佛法不难 但是各位今天不厉害 念一下 戒定慧 对 我们持戒 保持禅定六念法 然后去观修智慧 这样就对了 那你的贪嗔痴就没有了 贪嗔痴没有了 现在各位在修师生法 不容易起贪嗔痴 除非你打喝水而已 因为你尽量在想这个 那你要开始一起去练习这个 平常要保持戒定慧的生活 那戒定慧的生活 我们佛教叫中道的生活 就是说你用八正道来过生活 不分在家出家 用八正道来过生活 势必解脱 但是把八正道要来帮助众生 那就是大乘佛教 四红四愿 那你就变成一种菩提心 所以重点 各位可能要学习这个方法 练习习惯 什么是八正道 八正道我用在任何时间 像各位今天按照八正道 有正知见 正思维 不要贪心 不要生气 正业 所以你要守戒 正于嘴巴守戒 正念 正精进 那就按照这种最后正定 你保持在智慧的状态 禅定的状态 或是六念的状态 那你这个练习好了 并不是今天才这样 八观灾界练习好 用在明天 用在后天 用在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 用在五着二世 那佛法才有用 佛法不是在佛堂才有佛法 佛法是在你的心里面 面对 所有的生活 不离开 戒定会 八正道 哪一天你的思维 又一直安住在十二因缘法 如果我起无名 那就会生老病 我要消除无名 不要照做 那你要用 当然你要练习 熟一点 熟一点 所以各位你还是要说八观再见 练习心经的意思 八正道的意思 四圣地的意思 修行的意思 练习很熟 就像各位打麻将 你会打麻将 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反正哪里就会打 因为你已经练习很久了 现在技术都没问题了 再来就是运气好不好而已 因为你会了 就像各位会开车 你已经学会了 所以任何时间 哪一部车你都会开 简单的说 开车就是修行 因为开车 你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对方 不要撞人 也不要被撞 那就是这个叫正念 你要保持正念 就维持好 不要让你的心 去撞到别人 也不要被撞到 不要起贪嗔痴 那你要保持这种空性 菩提心 那就是开车 就像你的时针 时针 分针 秒针 那你可以把它观察到说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那你要按照时间去过生活 几点做什么 那你要按照这个意思 你不能按照指甲 不要手表了 反正我想几点去就几点去 人家会骂你 迟到 那你要按照 空性 菩提心 大悲心 早上讲了 从 惭愧心 报恩心 信心 一直到 念佛的心 那你按照这样去过你的生活 用佛法指挥你的心 然后以后你的心 自然跟佛法在一起 入法流 那你最后一定 到彼岸 这样 所以 那境界来了 你儿子又要让你生气了 你太太又骂你了 你老公又不听话了 那看你怎么修 你们的 气心 抱怨 哭 那你的心就乱掉 你要拉回来 他不过 对我好 对我不好 他像演电影一样 我的心态 如何去面对这个 那这些各位叫禅修 就是说你持戒以后 那你多去练习 练习 练习什么 你儿子死了 怎么办 你要练习哦 你现在 你这个太严重了 你先不要练习 先练习说 你老了 这样 那练习 你病了 练习 你本来很有钱 现在强迫你住工人的房间 没有关系啊 你练习习惯了 有钱没钱 那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啊 面子算什么 能够念佛比较重要 那你就放下了 知道吧 念佛 现在警察把你抓去关 我又没犯罪 太好了 我想要出家都没办法 刚好拉去 因为你 你的重点在念佛了 如果你 你已经习惯慈悲心 世间的爱情你都不重要 一个人没有慈悲心 他就想要追求爱情 一个人去慈悲心 你去关心老人 去救命 去做烟共 那种快乐 那种发喜 叫你去谈恋爱 这太麻烦了 啰嗦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 提悟到更快乐 更有力量的快乐 更正面的快乐 你就会觉得说谈恋爱是最终快乐 有钱是最快乐的 老公跟我在一起 牵着儿子手 才是我生命的幸福 但是问题 你要想想 很危险 你们三个五个在一起 终究有人会先死 会离开的 你要想清楚 那你现在爱他们 要帮助什么 那你就要帮助他们 学佛 一方面不执着 这个才因为离开是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总会离开的 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就是智慧的思维 那你就会放下 你要帮他们是什么 赶快念佛 所以你要多孝顺妈妈 妈妈会比你早走 那现在孝顺她 多跟她讲佛教的故事 多帮她修功德 也告诉她 这是你对她的孝顺 然后哪一天她会病 然后就死掉 离开你 然后你知道她去极乐世界升天 哇你觉得好高兴 这才是真正帮助她 帮助她 所以你慢慢的 就要跟她讲这些道理 那当然讲这个就是说 各位要养成习惯 像我这样在讲 我没有看稿 因为我已经 我已经习惯在想这些 虽然我讲得很浅 但是是重点 对我生命有帮助 对别人生命有帮助 这个变成你的思想 这个叫政见 政见就是说 它已经 就像打针 已经打到你脑袋里面了 你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因果 轮回 空性 不会改变了 世间的诱惑 不能打击你这个政见 所以各位要像文殊菩萨 那一只剑 那叫政见的剑 不好的思想 就切掉 不好的思想 就粉碎它 那叫空性的 空性叫金刚波勒 可以破除一切 执着妄想 怕死 怕爱情 那些马上你就把它砍断 那个都是假的 痛苦的 你爱情来了 爱情走了 没关系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打坐完以后 你老公跟你聊天 你有什么体悟啊 有啊 哪一天你有小伤 我都可以接送的 没关系 你老公就开悟了 这样 因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决心这样做 他的缘就断掉 如果你一直想要抓住他 加上你过去有邪音的业 你就会害他去找小三 了解吗 但是你已经看破了 放下了 他就没有了 因为他不找你麻烦 了解吗 所谓你的先生 可能你是他的感情债主 你跟他结婚 他就跟你讨债 你的儿子是你的金钱债主 你生了他 他就要跟你要钱 如果你用世间法 一直跟他 他就这边跟你讨金钱债 这边跟你讨感情债 你会很痛苦 但是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以后 用一种智慧慈悲 然后他就不用跟你讨债 因为你不会痛苦 他就不需要跟你讨债 如果一个人知道 打你都不会痛 他就不想打你 知道吧 他知道打你会痛 他就偏要打你 因为你欠我多 我来跟你打 你把我打两个 我给你打五个 这个就是你会把他招感过来 所以你要是 改变了 然后对方就改变了 他也不会造言 你也不会痛苦 那我这样讲 各位要多去思维 等一下我们念完 各位就要回家了 回家不要开始 你会把他招感过来 他就不贏 你要静静的 绕佛堂打坐 慢一点回家都没关系 去公园 对不对 然后你要保持那个思想 思想 我今天还在八观再戒 我要保持 这个我像出家人一样 先生太太儿女 是帮我修行的助言 他会让我爱 让我恨 让我知道我念头对不对 这样而已 那就像各位打坐会酸会痛 他可以提醒你 念头有没有跑掉 如果你念头很专心 酸痛你可以超越他 你认为他存在 会酸会痛会酸 但是你专心在 在念阿弥陀佛 他就可以超过去 哪一天你得癌症 会痛的时候 你还在念佛 痛对你来讲 只是让你更专心念佛 因为你知道他在痛 但是你念头是在佛号上面 但是不会被痛拉走 别人怕你死 但是你认为死 死是去极乐世界 有什么关系 活 活我就可以做更多善事 更累积功德 所以生跟死 对你来讲 没关系 不会那么在乎 而且你还可以劝你儿子 妈妈你不要死 哪有不要死的妈妈 你要跟他讲 儿子你也要关心你的生死 妈妈可能会死 可能会活 但是妈妈劝你 你就要面对生死 你不要每天光赚钱谈恋爱儿女 你要开始修行 你才可以解脱生死 你还可以度他 度完了 你自己再走 而且你会很庄严的走 很好看 所以这样讲 各位就了解意思了 心态 当然你为了保持这个心态 多看佛经 多听佛法 提醒你 提醒你 这样 但是这里面 永远记住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任何法师 各位都可以去接近 但是如果这个法师 会引起你有金钱上的压力 感情上的压力 贪嗔之烦恼 那你就不要接近 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让你解脱 他跟你讲了很多世间法 念那个经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因为他没有佛法 的时候 对你就没帮助 就是说 你不要去找一个没有药的医生 来找他干嘛 所以各位你要去 这个世界很多出家人 也都会来印尼 都会来绵兰 台湾也是 到处都是 但是你要有分辨的能力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解脱 或是 解脱是小秤的 然后大秤的就是 大背心 铺地心 空性 他有没有跟你讲 这个比较重要 他如果不能给你这个 天天打电话给你 对你很好 请你吃饭 你也不要去 因为可能你家有钱吧 他要你这个钱 功得足啊 那你就被利用了 那对你 不好 所以各位这个心态 你要修学佛法 你要清净善知识 那你要皈依三宝 你要知道我皈依的是什么 我皈依的不是贪嗔痴 地位 高地位 我给你做功德主 给你做会长 你就好一点 我不给你做 你就生气 那这样 对你没有帮助 甚至用神通勾引你 神通是有的 修行有 但是不是拿来 练财的 要钱的 他是拿来免 一种慈悲服务的 无所求的 还可以 但是也不能迷信 一切都按照佛法 讲你祖先没超度 那你要忏悔 怎么找到 而不是说 那你给我 上回有个居士 他来跟我讲 师父 有一位法师给我说 我给他两百万台币 他就可以让我成佛 我问他给呢 给了 有没有成佛 没有啊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你给太少 再给啊 他已经没钱了 他问我怎么办 我扒了怎么办 你怎么笨死了 那我说你就不要去了 他说他跟你很熟 那个法师说跟你很熟 跟我很熟 你就直接找我的好了 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有钱可以成佛 没钱就不能成佛 那法师是拜钱的 又不是拜佛的 那是你笨 这种的 虽然他 你个外表是出家人 他没有法 你就不要接近他 不能弄得兵败 现在还被人很麻烦 为什么 那个法师要威胁他 他知道他是有钱的女人 又没有男人在家里 你不给我钱 我就要把你怎么样威胁他 他现在怕放他跑掉了 怕法师到他家去干扰他 这样 我说你就不能把这样 把这种 有问题的人带到你家 不然呢 引狼入室 对不对 因为你有钱他知道 他就要拐你 骗你 威胁你 那是你自己笨 所以我想各位 我讲的动机很重要 你的动机是为了解脱 为了慈悲 那可以 但是不能用把 把世间的有钱没钱 对对错错 带到佛教来 带到佛教来